IT拳播报新级图线早知道 对于目前的AMD来说 想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竞争力 还有很多事要做 例如在服务器领域 他们就还有很大的挑战 最近外围Dictimes预测到2020年底 英特尔的服务器市场份额 将下降到90%以下 别看仅仅是10%的市场份额 要知道在AMD推土机时代 AMD还是连年亏损的状态 英特尔可待小心了 目前AMD正在慢慢削减 英特尔在服务器领域的市场份额 之所以速度会如此缓慢 是因为服务器和企业厂商 在采用新硬件方面犹豫不决 更倾向于看到产品的成熟度和寿命 以及可持续的产品路线图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厂商 开始投资AMD的EPYC平台 骁龙与锐龙和县城撕裂者的玩法一样 以性价比著称 自2017年4月骁龙问世以来 AMD在服务器芯片的市场份额 已从2017年的0.8% 提升到2018年底的3.2% 由于EPYC毛利较高 加之锐龙崛起 AMD在2018年实现营收64.8亿美元 同比增长23% 当年净利润3.37亿美元 同比扭挥为盈 据预测在今年年中7纳米制成代号ROM的第二代销龙处理器上市后 AMD有望进一步扩大在服务器领域的市场份额 弥补GPU的跌幅 保证整体业绩上扬 到时候应该也会投入更多资本到显卡研发中 可预见又是一场龙争虎斗啊 MING PAO TORONTO